各位东浩的学员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回到咱们基础班的课堂 从这一讲我们就开始学习第十一章了 第十一章生产与重货循环的审计 它是属于我们整个九到十二章业务循环审计的模块的 是的 那么从基础班的角度呢 我们也要第一步就要了解本章的考情概况 然后要回顾一下最近五年 比如说生产与重货循环这一章 考了哪些题目 它的难易程度怎么样 这就是最近五年的情况 2022年呢 我们这一章的教材呢 没有变动 当然了 在基础班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 最重要的内容就是核心考点的解读 我们会结合经典立题 那么经典考点解读的时候呢 刘老师会在十一章第三节和十一章第五节 结合经典立题给大家讲解 那么第十一章的第三节 在综合题当中呢 我们有四个例题 大家注意在第五节呢 老师会结合九个例题 来给大家解读这个核心的考点 那从考情概况的角度 我们就给第十一章一个定位啊 它是非常重要的考试章节 主要是主问题的形式来考察 简答和综合 在简答题里面呢 它就是考察存货审计 核心是存货键盘 但是除了存货键盘 还有其他的内容 另外呢 在综合题里有两种考法 第一种呢 就是资料一级和资料二的评估 存货这个报表项目的认定 主要是准确性 等号计较和分担认定 也就是我们最熟悉的 存货叠价准备少题了 好 同时呢 在综合题当中的资料三 可能会对某一种这个存货 它比如说 以信息技术来反映这个存货的系统的 那么你对它内部控制 要不要测试呢 这是在资料三 资料四呢 主要是讨论这个存货审计的程序 为什么在综合题 资料三和资料四里还要涉及到 我们的存货审计这一章呢 大家注意 这是出题专家 这个他出题的时候 他是有一个基本的定位的 什么样的定位呢 如果某一套试卷 没有存货间盘的简答题 那么他就会在综合题的 资料三或资料四里 涉及相当于 把存货审计的简答题 分解到了综合题 考四到五分呢 如果 如果 专门就存货的审计出了一个五分的简答 那么在本试卷当中 一般不会在资料三 资料四 涉及存货审计的内容 总的来讲 这一章的内容呢 四到五分是非常正常的 那么每年呢 我们在简答题里要严正以待 存货审计的简答题 最核心的 存货审计的简答题当中 最核心的是存货间盘程序 是的 这是我们对本章考情的一个分析 那我们也给大家梳理出来 最近五年 关于生产与存货这个右循环 他考了些什么呢 请大家先来观察一下 先来观察一下题型 简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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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注意简答 简答 简答 是不是要严正以待啊 对 他是绝对的大概率事件啊 对不对 几乎是百分之百要考简答 好 如果他没有考简答 他也可能在综合题 综合题 那个资料三和资料四的涉及 当然呢 他在资料一和资料二 当中涉及也会 好 所以我们说 这一章过去五年 重点考虑些什么 我们通过这个 汇总分析 一目了然 对 当然咱们在基础班的还要知道 我们看一下 看一下这个基础班的这些题目 我们给他的难易程度啊 比如说存货键盘的时候 比如说 贝神力单位啊 他的生产经营的特点 他是一个多元化的 或者是说一个跨国 或者是一个集团公司 那么他的生产经营的情况 自然就有一个特点 什么特点呢 他的存货存放在多个地点 那这个问题 我们在考试的时候 是一个难点啊 给大家提示 第二呢 我们说他的肩盘呢 在12月31号 贝神力单位盘点啊 我们肩盘呢 请注意 可能呢 可能 我们发现 执行抽盘的时候 发现 这个盘点 记录啊 不完整 或不准确 那么 我要他重新盘点 重新盘点 就超过了 12月31号了 可能重新盘点 是1月6号 这是一种情况 第二种呢 就是贝神力单位啊 他盘点 确实是12月31号啊 我们要在 我们右手呢 要在他12月31号盘点的时候 前往现场 比如说 因为自然 条件里不允许 去不了 去不了呢 我们说等什么时候去呢 驻照会计师啊 这个auditor 也很着急啊 他就等 等到了什么时候呢 比如说 等到1月8号去了 还是要去 是不是 1月8号去 那么这种客观的情况 就会导致 盘点日啊 就是我的监盘日 就不是 12月31号了 那这个问题 也是一个难点啊 我们先给大家提示 那在第五节的时候 我们要把这些问题 具体化 我无法在 盘点现场 实施 我盘点现场 不能实施 那么就意味着 我相当于是 不能在12月31号了 无力外挑时间 所以这两个问题呢 都涉及到一个 我从1月6号去 资产负债表 日外去 监盘 还是1月8号 才能去实施 监盘 总的来讲 他就是 要 调整到 12月31号 对吧 调整到12月31号 那么就是 追求调整 就是说我1月8号 或1月6号 得到的 重获监盘的 这个 我现在的数据 倒推到12月31号 但是 从1月1号 到1月6号 或1月1号 到1月8号 他叫什么呢 盘点日 到资产负债表日 之间的重获的 增减变动 我要做实行程序 大家听懂这个道理了 还要在第五节 就学会说准则的语言 比如说 盘点日 到资产负债表日 这里有一个时间走 那么在 过去考试的 这个九个问题当中 这三个问题的操作层面 就有点难 因此呢 我们在基础班 也把它 作为我们学习的 一个重点 难点 那么 好在2020 咱们的教材的变化 这一章可以忽略 就是没有实质性变化 下面 老师就按照第九章 第九章 比如说9.1到9.5 请注意 第十章 10.1到10.5 现在咱们是11章 11.1到11.5 因为我们的 基本的三大业务学 这个业务循环 它的教材编写的时候 是非常有逻辑的 都是一样的节奏 首先呢 就是了解这个业务循环的特点 这个特点 主要是讨论 这个业务循环的主要的 凭证和会计记录 当然 由于我的业务循环的业务不同 我的凭证和会计记录是不同的 所以呢 这是每张 就是从第九章到第十章到第十一章 我们每学一章 我们就总结 归纳 总结归纳 然后让我们能够掌控它 对 这个书呢 就越读越薄 因为我们有规律嘛 所以我们这个第九章 第十章 十一章 这三章 第一节 我们都不展开 因为我们把这个特点的内容 就放到了第二节 第二节是什么呢 第二节就谈 生产与存活循环 它主要有活动 有什么活动 在这个活动当中 被审计单位 它是怎么设计 设计内部控制的 内部控制呢 就是政策和程序 那么这个政策和程序呢 能够防控 我们什么认定呢 也就是这个沃特 对不对 这个沃特 控制的 内部控制的问题 是设计和执行的 政策和程序 那么 跟我报表哪一个项目 哪个认定有关 那第二节呢 就是重点 请注意是重点 第三节呢 是我们要评估 重大出发风险 它最重要的 不是教材的文字 而是立题 对 第三节呢 立题是重点 那么猜 十一章第三节呢 老师会给大家讲 立一到立四 那我们第九章 第十章 十一章 每一章的第三节 都是评估 重大出发风险 然后重点 也都是立题 而且是综合体的 资料一 结合资料二 对 那第四节的控制测试 我们可以 因为我们 第二节 讲了它的业务活动 和它的关键点 以及它的控制 所以我们第四节呢 就不作为重点了 那么再就是第五节的 毫无疑问 是重点 特别是存货 审计 存货审计 目标 它的存货审计的程序 对吧 还有存货的计价审计 当中 它的程序当中 包括键盘程序 那么在这个里面呢 就老师要给你打开 因为它背后 因为它背后有一个 重货 尖盘的审计准则 审计准则 问题解答 自然 所以我们的教材呢 在第十一章 第五节 它就有它的 非常的 王者 霸气 这个地方 有十二个口碟 所以我们在 九十十一 每往前学一章 老师也给你 简单总结归纳 大家能够去掌控它 好 那本章的内容 就是五节 各自的重点和费重点 我该掌握什么 出来了 然后在这个第五节呢 老师会给你结合 例一到例九来讲解 这个例一到例九 我们都要掌握 第三节的例一到例四 我们要掌握 这是我们在基组班 先要掌握的内容 那第一节 刚才老师已经跟你讲了 他主要是讨论 这个业务循环 涉及到的单据和 会计纪录 或者评论和会计纪录 但是他一定离不开 第二节的业务活动 所以我们第一节的内容 就是放到第二节 结合来讲解 那么在整个 生产与存货循环当中 它有一点特殊在哪里 各位同学 请看这个图 老师提前给你画了一个图 先看这个图的 这个期末 大家注意 我们看到三个期末 期末第一个是X 第二个是Y 第三个是Z 期末的是什么呢 这就是我们被审理单位的 我们的这个原材料 生产成本和产生品 它的账面价值 这个账面价值是什么东西啊 存货 这就是存货的账面价值 被审理单位的 被审理单位的这个存货的账面价值分类 因为存货是生产经营过程当中 有的是为了耗费而储存的 比如说X4 就是耗费而储存的原材料 有的是为了销售而储存的 比如说Z4 它就是产成品存货 对 好 那么大家注意存货是在这个账户的余额里头 我们反映在明细表里 然后再把明细表的汇总到总账 总账再到报表 它是有这么一个逻辑 那报表里只有两个字存货 对不对 是的 存货呢 它是要进行汇总来填列这个报表的项目的 是的 好 那我们从审计的角度呢 本章的内容很特殊 因为特殊在哪里呢 存货我是看得见的 因为它就是账户余额 你债不债啊 你值不值多少钱呢 但是本章还有一个叫做生产与存货 对不对 那生产的东西你怎么看得见呢 它一旦这个原材料被投用 一次性投料 裁剪消耗 你看不见呢 但是它有一个成本的截转 生产呢 是通过成本的截转 来体现它的过程 剩下来的账户的余额就是存货 存货是有形资产 但是生产呢 与存货的生产是一个耗用的过程 所以我们在本章的内容当中啊 就特别建议大家能够结合我们生产成本的截转 和存货 理解 那么大家都看得懂的 比如说我举第一个例子啊 原材料 原材料呢 是我们外购的从供应商购入原材料 购入的过程 我们购入之前 从理论上讲还是有期出存货 只是余额大小 那么在购入了以后 我们要根据采购与付款的流程验收入库 如果期出是X1 本级入库 我们全部加加是X2 那么大家注意 原材料存货呢 在一般制造业企业 是为了生产而耗用的 我们叫领用到车间啊 用X3表示领用 那么这里有一个X1加X2减X3 就等于期末的X4 这是一个账面的 对账面的 这个X4在账面上 是存在还是不存在 我们看不出来的 那我就要到现实当中去 贝斯尼单位 从会计核算的角度啊 他是要每月末 他要对存货进行盘点 然后你账面的东西在不在 这是贝斯尼单位着手的盘点 我们每年年末呢 我们肯定 因为我们审计是年度报表 我们肯定要到现场观察 贝斯尼单位年末的盘点 我键盘 所以在不在X4这个余额 在不在呢 我们真从账面上得不到答案 你不能说我感觉他在 因为他有实物形态 我们审计准备要求键盘 X4账面上的在不在 他盘点我键盘 可能X4账面的数 跟他盘点数不一致 那当然要分析原因 那么如果一致 他的盘点数 对于作者会计师右手来讲 我不能相信他的 对吧 我要执行抽盘 之前要挂检查他在不在 在之前要看他是怎么盘点 这就是我们肩盘程序 肩盘什么 我们肩盘不了 这个X3 X2呢 已经被消耗了 或者是说 快捷里面叫投料消耗了 X1呢 也没有了 假定是先进先出法 X1呢 先进先出法被耗用了 所以我们唯有看得到的 实物的就是X4 所以我们说 存货盘当中的原材料 那我就接盘了X4 分类 他肯定是不一样的 同样的道理呢 我还有车间里 没有完工的 我们叫再产品存货 Y4 还有呢 已完工未销售的 产成品存货 我们为了区分 叫ZXYZ4 那么他们之间呢 都有一个成本的结转 成本的结转 我们小伙伴都能看懂 比如说 从再产品存货 我们用 简单的品种 简单的品种 来核算的成本 对吧 我们不说分布结转 分批结转 我们说简单一点 因为我们审计里面 重点是分析啊 如果说期处是Y1 本期呢 料工费投入是Y2 本期完工的呢 是Y3 那剩下来的就是Y4 这里有一个 Y4等于Y1 期处加本期 料工费的耗用 汇集生产费用 减掉本期完工的 入库的 那么就是Y4 就是再产品 Z呢 是这样的 我们又为了说明问题 产品期出 理论上有一个库程 我们为了说明 问题简单 我们就说品种是单一的 或者简单的 我们就要期出的存货 任一 本期入库的是Z2 本期发出销售的 因为产品是为了对外销售的 Z3 剩下来的是Z4 他们也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关系 那么下面的X4 Y4 Z4呢 就是本章第五节讨论到 成本的核算 和这个成本的期末价值的测试 它就跟我们的期末的价值有关 但是从审计存货来讲 除了它的金额 期末的计价 成本的这个核算 审计 它还有一个东西 它要求你去看 存货的数量 和状况 它期末值多少钱 这也是一种状况 但是有多少的数量呢 它要我们去减盘的 对 因此本章的内容啊 就和第九第十章不一样 我们就没有画那个流程图 我们特别建议林基族的同学 你会画这个 你就画这种丁字杖 好吗 然后他们之间的先后顺序呢 是一定有逻辑的 不能随便颠倒 不能随便颠倒 什么逻辑呢 大家看 看啊 最左边这个 因为这个生产的流程啊 它是有一个耗用 或者成本有一个转移 最左边这个叫什么呢 原材料 原材料和产生品 肯定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如果说 我的这个生产成本 我们叫什么呢 大写的ABC 我原材料就写小写的ABC 这个可以吧 左边原材料 过了是生产成本 原材料呢 就被领用到车间 为什么领用 领用多少 待会讲 内部控制 或者它的主要活动 总的来讲 这是为了被耗用的 对 当然原材料是为了外购的 是第十章采购义付款 回来的 好 那么这个生产车间呢 它就有原材料 有人工 还有费用 我们成本会计里面就会讲 尿工的汇集 尿工汇集 还有期出的 对不对 然后呢 就把它分到哪里呢 分到完工和未完工 产生品 大写的ABC 完工和未完工 然后再分到 先是分到各类 分到ABC各类 然后呢 再分到完工的A产品 那么剩下来就未完工 我们算出单位成本嘛 对 那么产生品理论上呢 是为了 产生品存货 理论上是为了消耗 为了销售和除成 它要发出去 我们在收入确认的同时 结准成本 那么这个就叫 营业成本 但营业成本在月底的时候 全部结转到本年利润 那么成本和 营业成本和营业收入 是配比原则的 那么本年利润 还有其他的期间费用等 所以它的余额呢 就在这个本年利润的贷方 对 那现在我们说 你看我们有个箭头 箭头 外个的原材料入库 是为了耗用 对吧 你那车间耗用了以后呢 它要根据成本核算 它要汇集 然后分配到各类产品 再分到完工和未完工 然后呢 我们验收入库了 这个产生品的成本 我们就知道了 然后发出去销售 在销售的时候 跟收入确认的同时 结转成本 根据配比原则 对 但是呢 营业成本呢 岳末 一次都要截转到本领利润 现在有一个问题 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 你这个图为什么要熟悉呢 因为我们第五节 也好 我们第二节也好 都会谈到 成本核算 成本截转 核算在哪里 先要在这里核算 截转在哪里 完工 如果销售了 要截转 他老在说截转两个字 从考试的角度 你要知道 如果说完工了截转 是截转到产生品 销售了截转 是截转到营业成本 因为他只有金额 他的实物形态呢 是通过 这个存货来表达的 所以这里所谓的截转 其实就是成本 为什么叫截转呢 对吧 有两个截转 第一个截转 是产品完工了 截转完工产品的成本 那就借产生品 带生产成本 第二个截转呢 就截转到销售了 叫营业成本 借营业成本 代产生品成本 这个在审计的试题里面 他有的时候也会考 但是如果考的话 他就要涉及到 有的同学就马上知道 要跟我说什么呢 老师啊 我的生产 我财务成本管理 这门课没考 你现在不要管那么多 现在我讲的你能听懂 你可以应付审计考试 你不能说 等我把每一门课都学好了 我才能够考审计 这个等不了 知道吗 所以我们不管 我们 我们不管这个 你学的怎么样 你就在这里把它搞清楚 还有一点 我们审计考试 跟生产成本 跟财务成本管理 以及会计考试 角度不同 啥意思啊 我们不是要你去算成本 我们不是要你去做会计分路 知道吗 我们要你干什么呢 我们是审计 那你审计什么呢 所以老师要举个例子 好 请大家看 请听一个例子 听懂了 我们就知道这一张 我们的 在解决什么问题啊 比如说我们就审计 假公司 他的产成品成本 期末 你看啊 期末是多少呢 举个例子 52110万 5210万 这是他的账面价值 那我们对这个 刚才讲的那个 产成品成本是 Z4嘛 你账面有5210万 你在不在呢 我们是一定要去减盘嘛 对不对 你账面有不见的存在啊 你的数量 你的状况 我要审计存获 好 经过我的审计 发现他有多少呢 请注意 发现实物上 他有5410万 假定 实际上有5410万 这是一个假定 好 那说明什么呢 你实际上 你有5410万 你怎么账面 只有5210万 你还差200万 对吧 这200万是什么 引起的呢 请注意 假定我的期初的 这个Z1啊 OK 本期的 这个完工的Z2 OK 那么现在你这个 余额错了 这个Z3呢 你就 多截转了 你在这里 多截转了200万 你看看啊 你多截了一笔 营业成本 借营业成本 带生产成本 带产成品成本 你多截了这个200万 结果你余额就少了 实际上你的 你的 从产成品存货 我们去 我们去接盘 它有5410万 你的余额 是5210万 那就说明 你多截转了多少啊 200万的 营业成本 明白吧 我们审计是干这个事情 我们以对你的账面数 吹口哨 你的产成品存货 期末 账面5210万 我的存货 监盘认可你 5410万 我们期出的这个成本 都审计了嘛 那我们就欢迎 你多截转了200万 为什么多截转200万呢 因为你就这里 多了200万 你的利润就少了 少200万 那你在干什么 降低付税 降低税付 或者说 直接一点 换交 所得税 或者再直接一点 偷税漏税 相反呢 我们有两种情况 请大家注意听啊 好 相反 我换一支笔 相反 大家注意啊 这个 它的期末呢 是5210万 经过我存货 监盘 我只看到 多少呢 5000万 对 它期末存货 来是5210万 经过我们存货 监盘 注意听打比方啊 只有5000万 那就说明 哎 你照面有5210万的产生命 我 存货 监盘 我要去看实物的 经过我们的监盘 确认5000万 那证明它 少结准了210万 如果你再做一笔 建监益成本 代产生命 210万 哎 你的余额 就是5000万了 你实际上是5000万 但是你 期末存货 多记了 210万 你少结准了210万 你这个利润就多了 这个内容啊 在最近的五年没考 但是呢 在以前是考了的 它有点难 难在哪里呢 它就要你把这个成本的阶段 搞到清清楚楚 更难的是什么 天哪 这个更难的在这里 如果它的期末 余额 3100万 就是这个原材料 大家注意听 如果背着你单位的账面 是3100万 请注意 但是呢 它的 我去尖盘的时候 它是什么呀 是2800万 2800万是 3100万的原材料 我尖盘是2800万 就说明 它少结准了多少啊 300万 还有可能 比如说 我去尖盘的时候 发现有3200万 总之 它这个3100万是错的啊 那么3200万 就说明 它多结准了多少 它应该是3200账面 但是你现在 它的账面是3100万嘛 那我们说 你多了100万 但是 这个对利润的影响 是什么呢 它比产生品 要见解一些 是吧 那它就会说 这个原材料 是一次性投料 当期生产的 全部完工 当期完工的 全部销售 它必须要加这个条件 因为你这个原材料 你多结准也好 少结准也好 对利润的影响是什么 它要加条件 当期的原材料 是一次投料 当期生产的 全部完工 当期完工的 全部销售了 零存货 那么这个 多了少了 就对利润的影响 你就有数字 否则你只有一个 你还算一个1% 所以在审计考试里面 它重点就考它了 注意审计考试 如果考 审计考试 如果考存货 要你就说成本 节准的话 少结了利润 多结了利润 去调整的话 它就是重点 去考原材产成品 这是大家要聪明一点 因为原材料太复杂了 处理专家 往往就考产成品 第二 那么同样在讲这个问题 我们会计考试 财务成本管理考试 和审计考试 角度是不同的 大家一定要区分 审计考什么呀 审计是右手 就审计左手 左手已经把成本 拴出来了 在那里 我审计要就 对它的数量和状况 要去确认 我们采用什么 键盘 我确认什么呀 确认你的账面的 Yes还是Low 如果你账面是 5210万 我从过键盘认为 就是5210万 OK 如果说我认为你是5000万 证明你少截转了210万 如果我键盘发现你食物有5410万 就证明你这里被你多截转了200万 他们对利润是有直接影响的 这个内容是我们绝对的难点 所以我们这个图啊 它就成为了我们整个11张生产于存货循环当中 一个必须过关的一个知识点 对不对 所有的问题就从这个图 说到这个图的内容 但是考试处理专家或者是说他要考咱们 咱们真的是要有这个基础 这个是基本功 我还给大家说一下 其实刘老师也同时跟四大会计师傅所讲课 那么有的考试朋友在四大里面呢 他是学什么 他是学外语的 比如说韩语啊日语啊真的有 但是呢我后来他听了刘老师讲了 他没有学过生产 而这个成本啊都没学 我说你不用担心 你就把老师跟你讲的搞清楚 你就画这个定制账 然后呢只要考11张啊 你就有办法了 实际上他会计都没考 他生产于成 财务成本管理也真没考 他是学韩语日语的 然后呢我说这个定制账基础知识 你还是有的吧 这个要结完啊 基础知识有 听得懂吗 听得懂这是原材料 这是生产成本 这是产成品 这是主要成本 这是本领利的 那么存货就在哪里呢 这个生下来的三个圈圈就是存货 然后考试最喜欢考哪两个呢 原材料和产成品 因为我们审计考试 他是不是追求你对成本的 结转的计算方法 而是我就确认这几个余额 你账面的东西 我要去吹口哨 你在不在 最好吹的呢 就是这个三产成品 其次就是原材料 同时你再去回望 我们审计这个课程 关于生产于存活这个右循环 多少年来就是这么考 知道吗 所以我们不是说骗大家 而就要知道神级考什么 他跟会计跟财务成本管理 考这一张角都不一样 对 那我就懂了 所以我们就要看你账面的 你的账面的这个余额 数量状况 是yes还是no 是还是否 多了还是少了 所以我们说学好第十一章的 最关键的 大家注意要自己画图 是不是 然后老师给你画的呢 当然我们会在第二节第三节 给大家再来展开的 那这个功夫我们过关了 无论是考存活的审计 键盘 还有比如说对生产成闷的审计 我们有了这个图呢 也就有基础了 否则题目就麻烦了 我们角度是要去确认 这个余额 余额 好 那大家看得出来啊 从考试的角度 我们的重点是两个红色的 不是说其他的就不重要 但是我们说 中处学爸爸他喜欢出什么题 他可能怎么设计 他可能不会怎么出 这个我们还是要判断 是不是 因为呢 他给材料我们 他如果给其他的 再产品不太好给材料 因此我们就抓重点 再说我们把这个生产成本 本来我们这全部的 都进行了了解嘛 所以我们打好基础了 对 所以这一讲啊 其实主要是把 生产与存货循环 它的生产 是通过成本阶段 存货 就是在余额 余额之间是什么关系 因为你看啊 本章叫生产与存货 那存货在哪里 存货是这个余额 X4Y4Z4 X4怎么来 Y4怎么来 Z4怎么来 这就是存货 它是账面数 我们就确认 它在不在 它的数量和状况 第二呢 生产在哪里 就是成本 对不对 成本的问题呢 其实就是第五节 最后的两个考点 成本的核算 和成本的期末计价 审计里面考什么 我们心里有数了 对 好 那么这一节呢 这一讲呢 打击出 好吗 是的 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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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